水里乡新兴村头一时期线是水里乡通往国性南港村的重要交通要道 但由于部分路段过于狭小,造成交通困难 目前县福争取计划来拓宽 日前也举办事公说民会 地方也表示,目前大部分的地主也已经同意来进行这项工程 因为我们新兴趟北山是唯一接着国道六号的道路 国性那边来到港湾也都很困难 所以说这团是中的瓶颈 说未来我们总经费有一亿多的经费 期许在这一比经费从我们中央的生活圈里面争取下来之后 那也要拜托、啃托我们地主来协助 县员王秋淑指出 这条道路若拖宽,未来来往水里与国性不但相当方便 也更加安全,也能够更吸引人潮 因为这个路段是属于单线道的 一个差不多三米块的这个路段而已 来拖宽的时候,差不多有高米是双线道 可以造成我们地方上的交通非常便利 以及我们也可以促进到我们地方上的观光的人潮 也可以在我们国性的部分 南港那边,通往到水里来的时候 路都会比较窍比较平稳 让我们地方上的可以更发展 先渊陈淑慧表示 目前地主都是同意 未来将会持续的与县府沟通 并争取中央经费 让这条道路早日拓宽 所以大部分的这个土地的做的这个工程 都是在我们新兴村 那总长度是有将近580米的一个长度 那为什么淑慧会特别来拜托地主呢 因为一定要把这一段先来做好 让地主可以看出说 做起来我们新兴村的道路 原来可以做得那么漂亮 然后整个道路疏通之后 一定会吸引从国性或者是从浦岭国道 下来的这些游客 然后经由新兴村到我们水里乡 才可以达到我们要的观光 然后达到我们农特产品的整个一个行销 目前施工方式与工法都已经规划完成 地主也已同意 议员们也表示奖慧吉利的争取经费 进行托宽工程 接着邱平易水里乡采访报道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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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